大家好 在今天局部地區的午後雷震雨明顯 而整體的天氣形態來說 在台灣附近的環境場 水氣量已經開始變多了 所以你有沒有覺得 有點悶熱的感覺 因為相對濕度在整個台灣上空 都明顯的偏大了 那我們就來講一講 這禮拜五出門去需要注意些什麼了 最主要現在我們要注意的是在於 我們的南方跟我們的東南方海面上的低壓 這個大的低壓 大家已經在明天開始要逐漸的接近了 因為它逐漸的接近 我們附近的水氣量來說會再增多 而再加上白天的熱力作用之下 相對的震雨的狀況就會開始明顯 尤其六日一二這幾天 你外出活動都要背著雨句 天氣狀況來說 不穩定的狀況會從禮拜六以後到禮拜天 尤其這兩天是最為明顯 那我們先來看看明天出門去再往北走的朋友 中午的溫度還有到達35度的高溫 那你會問我說怎麼寫個29 因為我們的溫度狀況 從禮拜五 六 日 一 你會發現到溫度慢慢的在降 五的時候還有35度 六的時候剩33 日的時候剩30度 到禮拜一的時候剩29 甚至28度 因為最重要一點有個低壓系統將會從我們北方通過之後 它在週日到週一開始拉西北風下來 西北風一下來使得北部的高溫會略微的下降 但往南走整個大低壓袋的影響之下風場在吹著西南風的時候 從南部地區吹進來的水氣會使得從禮拜五到禮拜二天氣狀況都不穩定 所以在中部以南地區的朋友你要背著雨具出門 另外雨區行車要注意安全 再來往山上走會起霧 因為低空雲層的影響霧的狀況會很濃 再加上高山的溫度低 像到了2000公尺以上的高山 晚上的溫度已經大約在10度上下 所以要提醒你特別注意的是前往山區活動 像玉山今天清晨的溫度只有5度左右 所以要提醒大家往高山走的寒冷穿著方面要注意了 另外海邊的風浪在今天都已經有長浪的預報出現 因為風浪的部分隨著整個低壓袋影響 浪大海邊活動要特別的小心 記得六日一二這幾天 尤其六日出門去的時候雨區行車要留意了 那說到浪大我們來看一個即時的影像 來注意這邊時間點有沒有看到 7點51分59秒 現在這個時候在這個多樑站這邊 你可以看到這個攝影機的畫質還不錯 海面上你可以看到整個都白的 因為最主要在這邊浪很大 現在目前在台東地區的風浪都明顯是偏強 海面上在點點白白亮亮的 這個是遠方的海面上的漁船 那這裡是南迴公路 這裡是南迴鐵路 那我們接著來看什麼呢 我們來看一下長浪的部分的預報 在目前的話我們從現在觀測資料上面 可以很明顯看得到目前在台灣附近海域的風浪來說 像剛剛大家看到的 在台東浮標站這邊的浪高已經超過2公尺了 那藍嶼浮標站的浪高已經到達3公尺的浪高 還有馬祖浮標站的浪高已經到達了3.3公尺了 連包含了龍洞灣的浪高也在2.3公尺 彭嘉宇在2公尺 你有沒有注意到到黃色景界的部分都是屬於長浪區域 所以你可以看到整個從北部到東部海面的風浪 現在都明顯的偏大 尤其要提醒大家禮拜六禮拜天到海邊去 浪的部分會隨著我們外海有低壓 浪會更大 所以在海邊活動的朋友要注意了 從這張色調強化的雲圖當中 我們可以注意到 今年的第14號颱風已經逐漸的要進入到達浙江了 另外南邊的颱風15 已經逐漸的往越南方向再進去了 對於我們來說的話 這兩個系統是沒有直接影響 但要注意的是這個大低壓帶 跟這個大低壓帶 兩個低壓帶的水氣發展 正在逐漸的接近我們 所以我們台灣的環境廠的水氣量來說 正在明顯的增多 從這張動態的雲圖當中 我們可以注意到 北方的颱風系統走的速度非常的快 它逐漸的進入大陸之後 就會變成一個熱帶性低氣壓 強度快速減弱 但是在今天我們整個環境風場 開始有一點點要上來 偏著西南風的時候 水氣發展就開始進入到 我們台灣的陸地了 而這麼一進來 我們可以注意到 在今天的整個雷達上面 就可以很明顯看得到 江雨的現象來說 最主要在今天 還是偏向於中午以後 發展的熱墜流的作用 比較明顯 可是你可以注意 外海這邊 已經有一些零星的水氣 你可以看到 開始逐漸的正在上來了 這也就告訴大家說 整個大低壓帶的水氣 使我們附近的環境廠 水氣量增多了 而未來這邊的低壓 會逐漸的朝邊 比較偏西的方向走 之後會再逐漸上來 另外這邊的低壓系統 也會開始往北走 整個對大的低壓帶的系統 的影響層面來說 最主要要注意的就在於 水氣的發展量來多 說會變多 江雨的狀況在6日相對明顯 用幾個時間點的地面圖 來給大家看一下 第一個 明天禮拜五 禮拜五的時候 你可以注意到 這邊一個低壓 這邊一個低壓 這邊整個都大低壓帶 到了禮拜六 你可以注意 我們台灣附近的環境廠 都在低壓的影響之下 會下雨 所以禮拜六出門去 你如果要去露營的話 要備雨漲 西邊不要去 山上下雨的時候 溪水會暴漲 海邊不要去 海邊風浪大 但等到禮拜天的時候 北邊的低壓系統 整個進去之後 你可以注意 北方開始有冷高壓 逐漸的要出現了 所以我們還在大低壓 在影響之下 在週日雖然有雨 不過到了週一週二之後 的降雨狀況開始減少 到了下禮拜三到禮拜四 有一道蜂蜜要下來囉 北部地區又要開始要飄雨 可是溫度到下週五以後 要下降了 來看溫度了 先注意到 明天的溫度狀況 仍然是悶熱 局部性的震雨偏向於中午以後 中部山區下午 都容易有濃霧的狀況 南部地區就時而有短暫震雨了 因為明天西南峰會開始帶水氣進來 東半部地區降雨的台東以南 相對的比較多一些 而外島地區是屬於多雲天氣 未來一個禮拜 不穩定的天氣相對的是非常明顯 小叮鈴 兩件事情要提醒 最主要雨區行車 注意安全 浪大要小心 按讚 訂閱 分享 開啟小鈴鐺